古龙长篇巨著 陆小凤传奇 爱报两眼波 英言老七说凶案 妙侠出海去复还 满腹狐疑抽丝茧 万请波涛一小船 大家屏息静气 看着陆小凤 陆小凤看着英言老七 怎么 三批人查访都毫无结果 英言老七说 没有啊 一点都没有啊 陆小凤说 一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查获嘛 英言老七说 有一个可疑的地方 就是出事前的那天早上有一批木匠到过那里 带着几大车的木材 据说是为了要做佛像和沐鱼用 陆小凤的眼睛亮起来了 什么 做佛像和沐鱼 是 那他们为什么不继续追查 查过了 那批人在当天晚上就离开了 而且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太平王府的木匠 那一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啊 哦 陆小凤的四条眉毛仿佛要皱在一起了 这就是他沉思似的样子 陆小凤 抬头 看着围在四周的黑衣人和武官 对英言老七说 这些都是负责办案的人吗 英言老七说 是 假如再也查不出消息 我们都只有一条路走了 老狐狸说 死路 陆小凤说 这件事情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老狐狸说 本来一点关系也没有 只可惜我的狐狸窝里忽然来了一个人 谁 你呀 我 因为我没死 所以英言老七就认为你也应该活着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等了你五天 陆小凤说 你们等到了 等是等到了 可是有用吗 六月十五 那就是太平王的世子所给的七线了 而现在已经是六月十四了 所以 英言老七的脸色 并没有多好看 陆小凤说 太平王的世子 还是个讲道理的人吗 英言老七说 绝对是 那请你转告他 说有人看到过 一百零三个人里的一个 而且也看过 那批失落的猪毛 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陆小凤的脸上 英言老七的眼睛真的最大 真的 这是大家一个人 口同声的话 声音里带着兴奋和紧张 陆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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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就是陆小凤 这是英言老七的赞叹 他却不知道 陆小凤看到那一百多尊佛像的时候 他经历了多么险恶的暴风雨和惊涛海浪 陆小凤几乎丧生在大海里 陆小凤凤凤死在牛肉汤的一句话里 陆小凤凤凤几乎被赫尚书杀死 但他都化险为一了 而且在那间密室中看到那些沐鱼 沐鱼里的珠宝 还有住在佛像里的大力神鹰 沐通 陆小凤忽然想起了 他被暴风雨打落海中时 看到的一种鱼 木 那个时候他正坐在一尊佛像上 所以陆小凤就对老狐狸说 东西是你运走的 吃惊的当然不只是老狐狸 还有鹰眼老七和那批黑衣人和五官 他们忽然就围住了老狐狸 老狐狸想苦笑 但是连一点凄惨的笑容都挤不出来 陆小凤接着说 但是 你却一点内情都不知道 是吗 老狐狸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鹰眼老七说 那批东西 现在在哪里 陆小凤说 信任我吗 鹰眼老七说 这件案子一发生 我就想到只有你能够破案 便专程来找你 你想 我对你信任吗 好 那你就去回复太平王的世子 请他再给你十五天的期限 十五天之内 我一定给你找回来 鹰眼老七说 我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 不能 为什么 因为那里实在太危险了 陆小凤绝不让别人去涉险 危险的是 他只会奋不顾身地自己去解决 这是陆小凤的脾气 鹰眼老七了解陆小凤的脾气 所以他没有坚持 陆小凤说 现在我只需要一条大船 还有老狐狸的帮忙 老狐狸忽然觉得很愉快 连鹰眼老七都不能参加的事 他老狐狸竟然能 这岂非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而老狐狸的快乐 并没有维持很久 因为 一到了上次遇到暴风雨的海域 陆小凤就自己跳入了小艇中 一个人带着一瓶水 一袋干粮 划着小艇走了 这一次他们没有遇到暴风 陆小凤就决定 一个人在小艇上 随海波漂浮了 他继续在岛上 小老头对他说 也就因为这股暖流 所以你才会到这里来 所以 他不停地探手入水 试探着水的冷暖 他试的已经276次了 海水却直冷不暖 陆小凤开始焦急起来了 他很怀疑自己能否随水漂到岛上 他开始后悔了 后悔自己一再坚持 不让沙曼来 假如沙曼在身边 管他水流怎么漂 管他水流把他们漂到哪里 最好漂到世界的尽头 漂到幸福的国度 漂到传说中的蓬莱仙岛 他渴望沙曼在旁边 阳光是那么样的灿烂 海水一片湛蓝 海波激扬 偶尔还荡漾起一大片银色的荧光 假如有沙曼在身旁 这是多美好的事啊 沙曼 沙曼 他是否爱上了沙曼 他笑了笑 这个时候老狐狸的船 大概已经回航了吧 沙曼在老狐狸的船上 是否在想他呢 或者在和小一诉说他的想念 或者是在和老师和尚开着玩笑呢 想起了老师和尚 陆小枫立刻就坐起来了 万一老师和尚 不老实怎么办呢 啪 啪 这是陆小枫左右开弓 自己打了自己两记耳光的声音 老师和尚会不老实 也许会对别人耍耍照 可是 陆小枫能怀疑吗 他不是把自己和沙曼都救出来了吗 陆小枫又举起手 正准备再打自己两记耳光 他的手突然就停在了半空了 因为他看见前面出现了灰蒙蒙的一个小点 陆小枫的心扑通的跳了一下 那就是 那就是他到过的岛吗 星星 满天的星星 闪亮的星星 催催灿灿的星星 在海边看星 那实在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当然 假如沙曼在身边 那就更好了 不过陆小枫并没有觉得很遗憾 因为他必须在日出之前 想清楚一件事 关于岳阳 关于小老头 关于公酒 关于牛肉汤 关于那一批失落的珠宝 关于那一百零三个失踪的武林好手 在接近解决问题的边缘的时候 陆小枫的表现 那一向是大丈夫的表现 拿得起放得下 而最重要的是能够忘情弃爱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 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假如还婆婆妈妈 还留恋着你的爱情 这个人他绝对会是被敌人击败的 而陆小枫 未曾被击败过 陆小枫只有在该谈爱的时候 才谈爱 该缠绵的时候 才缠绵 现在 那是该做分析敌情的时候 所以 沙漫虽然不在身边 陆小枫 他并不感到遗憾 他想到了那一百零三个失踪的人 这一百零三个人 一定是在这个岛上 只是他们都失去了活动的能力 每天只喝一勺牛肉汤的人 手脚还有活动的能力呢 牛肉汤这样的对付他们 为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都杀死 让他们苟延残喘地活着 目的是什么 他又想到了 那一批价值三千五百万两的金银珠宝 那是多庞大的数目 那是多庞大的结案 很明显 这次结案的主谋 一定是小老头 岳阳只不过是负责押运珠宝的小角色 在这次结案之中 应该不是个重要的人物 重要的人物只有两个 小老头 龚九 小老头是主谋 龚九是执行者 一岛上如云的高手 劫持这批出宝 那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重要的不在这里 重要的是 到底是谁杀死了崔成 陆小峰忽然想起了一段话 小老头说的一段话 杀人的方法只有一种 杀人之后 不但能绝对全身而退 而且要绝对的不留痕迹 所以杀人功绩虽多 正确的方法却只有一种 这不但需要极大的技巧 还得有极精密的计划 极大的智慧和耐心 怎么 是小老头杀死崔成的 不可能啊 小老头用不着亲自筹码呀 龚九 应该是他 但是 他是怎么杀崔成的呢 崔成的密室外 有五道防守严密的铁栈门 能够自由出入的只有城中和销红珠啊 是龚九买通了城中和销红珠来杀害崔成的 有可能 可是为什么他进入密室之后 城中和销红珠都已经死了呢 他们绝不可能是自杀 而密室的四周的墙壁是整块的花岗石啊 铁门不但整天有人换班防守 还配有名将筑成的大铁锁呀 这么严密的保护 谁能进去杀人呢 这个小老头也绝对进不去呀 只有一种人能够进去 隐形的人 对 对 对 隐形的人 陆小凤兴奋起来了 他知道 只有小老头知道这个人怎么隐形 所以 所以他明天一早第一件要办的事 就是去找小老头 现在 他只需要充足的睡眠 朝阳出声 阳光 把陆小凤的眼睛刺开了 他站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发现昨夜睡得很熟 现在 精神奕奕 他迈步向前走 走到那长满腾锣的山崖 拨开了腾锣 走入那小径之中 走在那草地上 绿草 流水 一切都和上次来的时候相同 除了一样 这次没有岳阳来迎接他 不但没有岳阳 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 静 出奇的景 除了踪踪的流水声 陆小凤几乎可以听到 花开草长的声音 静得可以听到 花开草长的声音 静得可以听到 花开草长的声音吗 露小凤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 他转身一看就看到了说话的人 依旧是圆圆的脸半秃的头 脸上还是带着那种和蔼的笑容 身上还是穿着那质料极好的衣服 小老头 露小凤看着小老头微笑着说 你上次在这个岳上看到的事 你认为很怪异吗 杜小凤说 外衣极了 这个岛是不是很神秘啊 神秘极了 我是这个岛上的主人 所以 你理所当然的透着神秘 一点不错 你知道我这次重溃岛 有什么目的吗 我当然知道 你有很多疑问 需要我给你答案 你会给我答案吗 你看呢 为什么 以你的武功 以你的智慧 你根本不必隐瞒任何事的 小老头笑了 小切着说 你说得对 只是我却另外有一个希望 什么希望 我希望你是回来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 你愿意加入我们这一行 那 那我只有让你失望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哦 如果你要加入我这一行 你就会带着沙曼回来的 可是你 并没有 小老头的脸上带着 微微感叹的神色 接着说 哎 我希望 我的失望是暂时的 陆小凤说 对于你的希望 我很抱歉 不能给你任何诺言 我知道 你要知道 因为你不是别人 你是陆小凤 陆小凤是最重诺言的 陆小凤的心里实在是高兴极了 别人的赞赏并不算是什么 这个旷是奇人的小老头 他能够说出这番话来 陆小凤焉能不高兴 小老头又说 你能够逃过公九在船上的攻击 我相信 你的智慧绝对比我高 我相信 你对于那批珠宝失窃的事情 一定想出了很多很多的线索 我只知道一件事 哪一件 切暗是你策划的 珠宝和失踪的人都在岛上 嗯 哼 你说对了一半 哪一半 千万的一半 你去说 珠宝和人已经不在岛上了 不错 公九已经把珠宝和人运回去了 人 公九另有打算 珠宝们 总是要花掉的 一个人怎么花 不是一个人 是很多人 陆小凤恍然道 怪不得这里的人一个也不剩 原来他们都去花这笔钱了 所以啊 我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 只有一个 谁 那 为什么只有我 因为他们都不能干预寂寞 大吃大喝大玩大闹的人 是很容易被人控制的人 陆小凤说 对你来说 这不是很理想吗 是很理想 只是 我也就很寂寞了 因为你找不到人接你的班 做领导的人 嗯 是 所以我很喜欢你呀 呵呵呵呵 陆小凤微笑着 没有说话 小老头接着说 嗯 你对这件衣案 有什么疑问吗 陆小凤说 以你们的人力和武功 我知道 要窃取这批珠宝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 我只有一个问题想不透 哪一个 崔成的死 嗯 记得我对你说过隐形人吗 陆小凤点了点头 我的意思是 杀崔成的人 他是怎么隐形的 小老头没有回答 陆小凤也没有追问 陆小凤知道 像小老头这种人 如果他愿意说出来 他会毫不考虑地说出来 如果他不愿意说 你怎么问也问不出来 所以 他就陪着小老头 喝酒聊天去 船缓缓地离开了 陆小凤站在船尾 看着在海风中 一筋飘飘的小老头 心里边 一直在思索着 小老头的最后一句话 前途险恶 你要 多珍重 灵溪神指 傲天下 快遇恩仇 一妙侠 他是谁啊 他叫陆小凤 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 一个人 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 恩恩远远何时 才能修保 古龙武侠巨著 陆小凤传奇 小凤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